近日,日本导演竹内亮受到了媒体关注,他所拍摄的纪录片《南京抗议现场》已经发布,继承为网络热点。 3月19号,竹内亮在江苏南京接受中国新闻社记者的专访,言谈之间,竹内亮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真实。 纪录短片《南京抗议现场》长度为10分钟,分为日文和英文两种版本,该片直观呈现了疫情防控下南京人的生活与工作日常。 我在中国,我在南京,也每天关注日本的疫情信息报道,然后看着特别着急,因为每天增加感染症,但还是有很多人不戴口罩,上地铁,我看着真的很危机感,所以做这个节目。 我们的观光地方,这边进不去,这边进不去是吧,那从哪里能进去啊? 在制作过程中,竹内亮和制作团队坚持不添加任何评论配音或者背景音乐,运用朴素的镜头语言来展现事实。 我们一般做纪录片的时候要大概,起码要花两三个星期,但是这次只花了三天,就是策划,拍摄,剪辑,打字幕,只花了三天做出来了。 主重点是自己先编的生活,我们没有为了拍摄而去的那种感觉,就完全是先编的生活,所以反而觉得这个很真实。 对于真实一词,竹内亮有着自己的认识和理解。 越真实越好,不是,不需要引导某一个方向。 这次的南京抗议视频,我不想引导某一个方向,只是参考,就是看完了之后,到底有什么样的感受,就靠他们,靠观众们。 我只是把真实的状况给他们,三九架也没有,还有摇臂啊,轨道什么都没有,只是个跟拍,就日本人比较喜欢那种真实的拍法,如果要摆拍的话,没有真实感。 镜头前,竹内亮用一口流利的中文和记者进行交流,时不时还爽朗地开花一笑。 几周来,竹内亮每天至少会收到四五家媒体的采访要求,从事纪录片工作近二十年的竹内亮告诉记者, 2013年,他与妻子从日本来到中国并定居南京,夫妻二人共同创业,从事短纪录片创作工作,他们希望通过纪录片让两国文化得以更好的交流。 把中国的文化,南京的文化,南京的魅力传达给全世界,传达给日本人,以后要做这个节目。 希望把真实的国外传达给中国,把真实的中国传达给国外,用镜头拉近世界与你的距离,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初衷。 截至2020年3月19日,竹内亮的何之梦创作团队已经发布了超过200集短纪录片。 除了南京抗议现场短纪录片,系列纪录片《我住在这里》的理由也深受中日两国年轻人的喜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